我們今天要上第二課 第二課大家先上我的網頁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找到第二課 找到第二課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課這節課要教什麼 我們上一節課好像還沒有教回圈 我們這節課才要教回圈 我們上一節課主要練習 就是變數層 我們叫向量的所影函數的應用 然後我們這一節課就要教回圈 上一節課有很多要複製很多堂 很北七的事情回圈就可以解決 在學回圈之前 我們還要再多學一個東西 叫做條件判斷式 就是我們要判斷說 當前的狀況是什麼樣的時候 這邊就有幾個 大於、大於等於、等於等於等於 不等於 這個金湯號等於是不等於 小於還有小於等於 好這個等於等於齁 等於等於就是問他說 左邊跟右邊有沒有相等啊 不過你可能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不用等於勒 原因是因為等於已經被我們之前用掉了 等於在R裡面是 把右邊的東西傳給左邊 這個應該還記得嘛對不對 那 所以說我們來試一下條件判斷式 他會給我們什麼回應好了 只要我們問他1小於2 他理論上就會回答有true嘛 因為答對了對不對 2 等於等於1加1 他也回答有true 好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呃 等號 等號是最後處理的 也就是他先 先乘除後加減 然後括號優先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1加1這件事情 他要先做完 再跟等於等於做這個 做比較 好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好不好 就是你要記住他的那個順序這樣子 好 文字可不可以比較他的這個大小 也可以 z是不是大於b 好是 好因為這個 這個是按照字母順序的 不過你如果告訴我中文字咧 中文字的順序我們應該就不知道啦 對不對 所以你要問這個r 不過老實講啦 就是正常在寫程式的時候 不太可能去 問他哪個中文字是不是大於哪個中文字 這樣子 這蠻無聊的這樣子 好 好那如果說 這個 我們現在 之前 學r的時候 我們覺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跟電子計算機比起來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一次處理多個東西嘛 我們可以把很多東西存在同個這個 這個 向量內 然後存在同個向量內 他可以 他可不可以一起做條件判斷式呢 答案是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就是 x等於12345 那 x小1等於4 那當然前面4個他就回答True嘛 後面一個就回答False 那 問他x是否大於2 前面兩個就是False 後面就是True 這樣可以接受齁 就是 向量 就是你可以把東西一起 一起處理 這就是R比電子計算機好處的地方 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 好繼續齁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條件齁 剛剛只是大於小於的話 這樣子 就是太單調了 有時候我們 有時候我們遇到的問題 可能要很複雜交集啊 連集之類的 在R裡面 交集使用的是這個 這個有點像AND的符號 這個是交集 這個是連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 小於等於4 交集 大於2的話 那就是 同時要大於2 並且小於等於4 所以只有3跟4 滿足這個條件嘛 可以接受齁 所以說 我們來試一下 好他就只有3跟4的地方 會到True 剩下的地方就是False喔 好那我們再來看 如果是大於4 或者小於等於2 那就是 1 2 5都滿足這個條件嘛 對不對 他只要連集 連集就是或 好 這個 這個是且 這個字是且 這個字是或 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來 那 有了True跟False以後 我們可以怎麼應用咧 我們就可以應用 if跟else這個指令 if跟else的這個組合齁 是這個樣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行 if 小括號 然後 大括號 然後else 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的 不只可以放一行齁 舉例來說 我這裡可以 我這裡其實可以做這件事情的 好你們如果不會 不會在這樣打語法的時候 打這件事的話 你們可以按 Shift Enter Shift Enter可以換行 然後並且沒有執行這樣 不然你按Enter這行就執行 好 那 這裡其實它是可以 就這大括號裡面齁 它其實是可以擺非常多行程式碼的喔 不見得只能擺一行齁 好不好 那 這個 它的意思就是 if小括號 如果這個小括號的結果是True的話 那 它就會執行上面這裡 else 它就會執行下面這裡 所以 這裡 這樣子的話 它是不是現在x x會等於2還是等於5咧 我們現在這樣子看 我們當然能夠預期啦 應該是2對不對 因為z是大於b的 好 所以我們來按Enter之後 我們看x 好它就是2 這樣可以吧 本來x沒有的話 也可以透過這一行產生喔 因為它是把2直接傳給x 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if 例大於b 這個中文字的順序當然是沒有什麼意義啦 好不好 那這樣子y就會產生一個數字嘛 對吧 那y y產生一個數字y是多少咧 y是4 所以x乘y 就是8 好所以說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if跟else它的應用方式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樣子喔 if小括號 大括號 然後else 大括號 可不可以不加else 可以 也許你什麼事都不想做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if跟else的用法就是這個樣子喔 裡面可以加非常多這個東西 我上個節課有沒有講說 如果你要寫語法的話 一般來講要開一個這個 就是 arscript 好用這樣寫比較方便啦 等一下我都用 我都用這種方式來寫我的層次語法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就是 if else怎麼用了 但是啊 你if 欸 if裡面啊 你只能夠加一個true或force 也就是剛剛我們在做向量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我們剛剛在做那個向量的時候 我們不是可以一次產生多個true跟force嗎 但是啊 你不能夠在這個就是 就是 if裡面 同時放下很多true跟force 好什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來講 我現在想要把 小於等於4跟大於2的這些值啊 把它挑出來 並且把它取代成-1 我其實是可以用索引函數來做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 x等於1234 我們先來 直接複製貼上這一行的指令 這樣我們比較容易觀察 好 你注意到了什麼 索引函數 我們上個節課教索引函數的時候 只教說他可以放數字對不對 找出第幾項 用複數代表什麼意思 呃 那些不要剩下的都要 對吧 那 索引函數裡面其實也可以放true跟force喔 索引函數裡面放true跟force的話 就是把 滿足true跟force的地方挑出來 舉例來說我現在 我再打一次 這些 啊我先不要取代 我直接按這樣子 他就是找出3跟4嘛 對不對 找出3跟4 然後因為我的這個等號 可以把右邊的值 丟給左邊 所以說我可以把3跟4 那兩個地方把它轉成-1 所以說我這樣按下x之後 欸他就會1 2-1-5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做法 好這是索引函數的另外一個用法 所以索引函數不但能夠用位置叫出來 也可以用true跟force把它叫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齁 好我們繼續 那我們現在 要來做一下 這個 呃就是 再做一個練習 這樣子 好這個練習題是這樣子的 就是齁 如果你會了 向量運算的話 這個 你應該可以發現 就是 這個 就是 欸 就是true跟 就是你應該會發現 就是你最後 問他一件事情之後 他產生出來是一個邏輯 邏輯 很多個邏輯值 就是很多個true跟force 對不對 很多個true跟force 這個是不是很像我們 之前那個上 上節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叫邏輯向量的東西 邏輯向量就是把很多個true跟force結合起來 這樣可以吧 好 如果你對邏輯向量啊 問which 他就會告訴你說 他就會告訴你說 哪裡是true 他就會告訴你說哪裡是true喔 所以說 欸 現在這個 這個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這個true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跟第四個 所以你會取這個函數 會取這個函數 他就會告訴你1跟4 這樣可以吧 好 當你知道這件事情之後齁 來我們現在 現在這一串齁 你覺得 你很難看出 你很難一眼就看出哪些地方是這個 哪些地方是整數 哪些地方不是整數 大部分都是整數對不對 可是裡面其實是有不是整數的地方齁 所以請你啊 請你現在利用x這個項量 這個地方 這個有很多啦 好不好 你找出 他不是整數的位置 並且 告訴我這些數字是什麼 這樣好不好 這練習題就是 你要對x這個項量做一個操作喔 找出哪些地方不是整數 找出來了以後 你還要告訴我這些數字是什麼 這樣子好不好 好那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練習吧 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答案要怎麼做啦 我們現在已經有x了 這個x東西很多對不對 那我們說要找出整數 非整數的地方在哪裡 非整數有什麼特性 第一個特性 最重要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沒有小數點嘛 對不對 那沒有小數點的話 呃我們上節課有教到一個東西叫%%%%%1 %%1 %%1就是 除以1的餘數 如果是個整數除以1 鐵定是不會有餘數的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們先按RUN看看 啊你發現大部分都是0 可是有少部分 假如這裡是0.3 這裡是0.7對不對 那 我要怎麼利用條件判斷式 來找出這個 來找出這個東西 就是多少咧 我們基本上你可以 在R裡面你可以 如果你一次不敢做多個步驟 你可以這樣 我先把這個存成Y嘛 對不對 這樣我現在Y是不是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 就是0 要嘛就是0 要嘛就不是0 對不對 不是0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這邊Y可不可以看起來 不等於0 然後把它存成Z好不好 這個Y不等於0 存成Z的話 這個Z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就是一堆True跟False 這是一個邏輯向量對不對 然後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用到 剛剛我們教的那個邏輯向量 怎麼問哪些地方有True 是不是就which which Z 你就會看到 哦 83 12 172 2121 294 所以這幾個數字 是 不是整數 對不對 我們把它存成A好不好 我們把它存成A 好 那你現在有了A向量以後 A向量是不是一個 數字向量 你是不是可以利用縮影函數了 縮影函數 怎麼用咧 你是不是X A 這樣子 它是不是就告訴我哪幾個數有問題了 這樣可以齁 好不好 那 當然啦 當然 這個是一個思考的過程 就是 我透過這幾步 我最後可以產生出 就是這四個數字 不是整數 然後它是哪些位置咧 你就看A 它是第83個 第172個 第211個 第294個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否只有這個 第一個是 它是否只有這種解法咧 欸 當然不是啊 好不好 絕對不是說 這樣子 整數還有什麼特性 還記不記得上次有一個函數叫 AS INTEGR AS INTEGR有什麼效果 AS INTEGR 會強迫所有東西都會變整數嘛 對不對 它如果本來是整數就整數了 啊它如果本來不是整數 是不是就要把小數點 後面的那些位數把它直接捨去 對不對 S INTEGR X S INTEGR X跟X本身 這兩個東西 是不是兩串很長的向量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問它 S INTEGR 之後它如果不等於 X 是不是同樣有些地方 就會被我找出來 就是它不是整數嘛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把這裡 把Z換成這個的話 答案也是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理解齁 這一串 對它強迫整數化之後 跟它本來是不是相等 這也是在檢驗它是不是整數嘛 對不對 可以吧 好 那最後我們再教一個 就是 這一串看起來很長 對不對 它可不可以 它可不可以合併 可以喔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這一串 把它丟到這裡來 這樣可以嗎 然後現在Z變成這一整串了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把 這裡再放過來 然後 同樣的 A現在是這一整串 對不對 我可以把這一串 再把它放過來 好 這個意思是不是很像 數學上啊 我現在有很多個 連續的函數 我把它全部這樣貼過來而已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其實這一行 完全可以直接得到剛剛的答案喔 可以吧 好這樣懂意思嗎 我剛剛一步一步做 只是慢慢的把那個思考過程拆開給你看 實際上 欸 你在腦袋裡面如果想很快的話 你馬上可以直接寫出這一行啦 好不好 好 那不過其實 基本上就算是 我有時候也沒辦法想那麼快 有時候 通常一步到位很難啦 我可能會跳兩三步 但一步到位很難啦 所以我可能會稍微想一下 然後 一步一步這樣貼下來 最後我會合成這一行這樣子 好那我們繼續啊 這個 不會沒有不用 沒有那麼嚴重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後面我們要學的東西 回圈 回圈這個要好好學囉 這一題我會盡量確保 所有人都做出來這樣子 因為這一題就是 如果你回圈不會的話 那基本上 就 你跟不會寫程式語言 就是一樣的了這樣子 好 就是 程式語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希望 我可以希望 呃 他幫我做大量的重複的事情 所以回圈我們一定要會喔 這是核心 核心技術 好那這個 我們之前齁 就是 我不知道在高中的時候 有沒有聽過 費波納奇數列啊 有 有聽過嗎 好像有 或好像沒有吧 我不知道 這個 我印象中是有啦 但是可能 可是我記得之前的反饋經驗 好像沒有這樣子 好 那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費波納奇數列要怎麼做 費波納奇數列就是 前兩個數字啊 是1跟1 之後 每一個數字都是前兩個數字相加 這樣 這樣可以吧 那 這個如果 我們現在如果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清空喔 清空就是我現在所有物件都不要了 好不好 其實不清空也無所謂啦 因為你 一覆蓋之後 X就變新的東西了 這樣可以 好 按RUN 現在X是不是1跟1 好 那我現在這一行的意思是什麼 是不是第三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加 我記得在索引函數那裡的時候 我們就有學過這個東西了 對吧 好 所以按RUN RUN 再看一下X 是不是前六位數都出現了 好 那這個索引函數 這個索引函數 我們在上節課的時候 是不是有特別強調 痾 這樣子打太累了 我們應該要用一個物件把裡面共通的數字把它抽出來 對不對 就來說 這邊可能是I等於1 然後這裡是 這裡可以改成I加2 I加1 I 對吧 我們應該改成這個樣子 這樣比較方便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不斷的複製貼上 2 3 4 這樣子 可以吧 這樣的答案 會一模一樣 可以接受嗎 這個 上節課就有在強調 索引函數 學會了以後 我們就是要這樣用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運算當然是存在規律啦 我剛剛已經把這邊打完了 我 從1還是3開始 這個意思差不多 好不好 我在講義這裡是3開始的 也就是I 然後I-1 I-2 3開始跟1開始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啦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我們現在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啦 這個 很有規律的這個做法 也就是 中間 重複要執行的這一行 是不會變的 對吧 它完全不會變 可是啊 這個I啊 恰恰要從1做到4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電腦的強項啦 我們告訴電腦一個規則 請你I從1做到4 但是你就是 就是要一直執行這一行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回圈的表達式是什麼 好 回圈的表達式齁 在我們看這一串之前 我要給你們看 標準的回圈表達式是什麼 你想做回圈的時候 你就要做 4 小括號 大括號 同樣的大括號裡面 你要幾行程式碼都可以 好不好 注意一件事情喔 那個在R裡面 小括號是這個 小括號跟函數是 有緊密的關係嘛 對不對 函數的後面就是用小括號 然後用豆點來隔開它的參數 對吧 我上一節課一定有講過 那中括號是所有的函數對不對 大括號就是我現在有一大串程式碼 想要放的時候 但是 他們要同時執行 不要我按下Enter之後 它就沒了 這樣子 好不好 那你就要用大括號 把你想要做的程式碼 那個框柱 那個框柱 好 然後小括號 大括號 這就是回圈的標準格式 小括號裡面描述 某某變數 從多少到多少 大括號裡面描述 要執行的程式碼 所以說 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做喔 我們先複製過來 x等於11 index等於3到20 所以現在的index sys 是3到20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它 i從3到20 對吧 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迴圈怎麼寫 好 迴圈小括號裡面 i i是我們要變動的那個數字 對吧 變動的那個變數 i 然後空格 in 這個 in是不能改的喔 這個是一定要寫的喔 好 in 再空格 indexs 這裡就是可以改的了 這裡我現在indexs 是3到20 對不對 所以就是i從3做到20 那i從3做到20 我現在是不是 第一次的時候 他是不是做 第3個x等於第2個x 加上第1個x 接著 下一步4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可以做 第4個x等於第3個x 加上第2個x 依此類推下去 所以我這樣子 我把下面都刪掉 我這樣做 按RUN 他就會給我 20 數列長度為20的 費波納奇數列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好不好 所以回圈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格式 難是難在 我首先 我要先把這個 就是 把這個 就是共同的部分把它抽出來 那讓他 讓他可以執行同一行程式嘛 對不對 這一行程式是完全沒有變的喔 只是i改變了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用回圈了 好 所以我們要能夠 眼睛能夠預示到說 哪些地方可以抽出來 哪些 然後我就把那個東西弄成回圈 跟著變動的那個東西 這樣子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 好那 這個回圈的運作原理就是 我剛剛講的那個 我剛剛講的那個樣子 就是 i等於3的時候做一次 i等於4的時候做一次 i等於4的時候做一次 一時類推一直做到i等於20 所以回圈跟本來的 索影式 就是索影式 就是我們上節課的那個 就是 就是上節課的某一個練習體 其實基本上是完全可以取代 所以回圈只是大量的執行 這樣的工作 這樣的工作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 回圈 這個注意一下喔 這個indexes 這個部分 在r裡面 我們完全可以 indexes就是3到20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這邊 換成這樣子喔 這樣也可以做喔 這樣可以吧 在r裡面就是 就是你如果做物件的繼承啊 這些事情 如果你懶得做那次繼承 你直接把它複製過來 完全是可以做的 這樣可以吧 就是 只是稍微複雜一點 我現在做那麼多的物件 物件繼承 我只是希望 讓你更清楚我的思考過程 好不好 所以說 但是它完全是可以 合併在同一行裡面的喔 好 我們繼續 好 回圈啊 回圈不只是可以拿來做這個 就是 就是 回圈我們就是 再多一點創意的話 它不只是 只能夠拿來做數字 這樣子 你可以 你可以完全做文字之類的 舉例來說 像這一行 這一行 我們全部把它 複製貼上之後 我們按RUN 它就會回答我們 小華的考試成績為100分 小明的考試成績為80分 小王的考試成績為80分 小王的考試成績為80分 首先你要知道cat這個函數是什麼 cat這個函數啊 是把所有字 貼在一起 並且把它print出來 cat這個函數 但是cat這個函數喔 你不用 就是 你記不起來沒關係 這個函數我們之後 用到的機會非常非常小 好不好 那 重點是什麼來 我們來看一下 重點是 student 是一個長度為3的文字向量 對吧 scores 是一個長度為3的 數值向量 對不對 那 第1個 i是不是從1做到3 i等於1的時候 student 第一個是什麼 小華 小華的考試成績為 第一個分數 100分 這樣子可以吧 所以這個回圈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回圈啊 這個i 我們索引函數可以拿來做很多事情 我們甚至可以在外面 先儲存一個就是 先儲存一個就是物件 先儲存一個就是物件 然後我們讓它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一直做下去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叫 叫ndnc數列好了 這ndnc數列是什麼勒 就前兩個數字 起始數值為1跟1 那之後啊 遇到奇數 要相加 就是 第三個數字是前面兩個數字相加 第四個數字是前面兩個數字相成 第五個數字又是前面兩個數相加 第六個數字又是前面兩個數相成 依此類推繼續下去 好 我現在 全部 做出來 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可是啊 我希望你可以用回圈來做這件事情 用回圈來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如果我要做20位數的話 不是要一直做下去嗎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你用回圈來做這件事情 好 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 基本上 難度應該沒有那麼高啦 好不好 就是大家試一下 這一題 一定務必要做出來 所有人都要做出來 好不好 好那我們開始做 好 大家先看一下就是 就是 如果這一題啊 就是 我們先把 東西focus一點 因為這一題真的是比較難啦 好不好 這一題憑良心講啦 就是 呃 這個碩士班的同學齁 在做這一題的時候齁 真的 我好像教了四年 今年終於有第一個人 可以在課堂的時間內做出來了 這樣子 不過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啊 他們面對的困難比你們多很多 因為他們第一堂課就上到這個了 而且他們並沒有一些工具這樣子 就來說像剛剛我有看到有同學做出來了 可是他們用那個方法 碩士班的同學不能用 因為我在碩士班沒有教 那個余數 好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題本來就很難了啦 所以大家不要太 就是 太憂鬱這樣子 做不出來很正常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要 要怎麼做回圈的格式 回圈的格式 就是 我們需要 我們這裡 循環 顯然就是 這邊有I嘛 對不對 I-I 然後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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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是沒有問題嘛 下面我就不要了 對不對 有時候用加號有時候用乘號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回圈要怎麼利用這一行 好 4 然後 I-1 3 3到 3到10就好了 好不好 好注意一下我的 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 我在 我在Coding的時候我的語法 我通常啊 欸我要打大塊號的時候 我通常Enter 我通常不會這樣子接著程式碼 這樣子會變得很醜很難閱讀 這樣子 所以我打完大塊號之後 我通常會Enter 然後我新的程式碼會打在下面 這樣可以吧 我只要看到大塊號我一定會Enter 好 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要做這一行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有加號嘛 對不對 我如果按下Run的話 這就是費波納奇數列 對吧 這樣這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有時候要加有時候要乘對吧 那有時候要加有時候要乘 怎麼辦呢 我是不是用if ifelse if小塊號 大塊號 然後我注意喔 我說我看到大塊號就按Enter 對不對 所以我這裡一定會按Enter 大塊號 我看到大塊號就按Enter 這樣可以吧 所以 有時候 我要做加法 有時候我要做乘法 對吧 可以嗎 然後我把這邊刪掉 所以我的程式語言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這裡的關鍵就是 你需要變成這個形式 並且I4基數 可以吧 這個就是 我們的最終語法 但是I4基數怎麼判斷 現在大家要想一下 好 如果大家怕 因為我等一下螢幕會還給你們 如果你們怕說記不起來的話 給你們拍照一下 好不好 你們要悲傷這個繼續感 拍完照螢幕就還給你們了 好不好 好我們來公佈正確解答了 好不好 我看到大部分 我所有人都用同一種解法 我沒有看到 有人用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解法 好不好 那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被制約了 因為我們 我們 上到這裡為止 我們不斷地強調%% 我們已經兩個練習題用到%% 所以你們都只想到%%的解法 %%的解法怎麼用咧 就是I %% 2 它是不是等於等於1 好 這是什麼意思 它除以2余數是不是1 對吧 它除以2余數是不是1 它如果除以2的余數是1的話 那就代表它是個基數 對不對 如果它除以2余數是0 那就代表它是個偶數 對吧 所以說我可以用這種方法 好 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這是我所有看到的人 都用 解出來的都是用這種方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種解法是什麼 我們剛剛在判斷 是否是整數的時候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用哪一種方法 來我們回到剛剛上 那一節課的那個 那個練習題 好 我現在 這麼一大串 我要判斷它是不是整數 有什麼方法呢 as integer 對吧 as integer等不等於x本身 對吧 如果它等於了 代表什麼意思 它是個整數 如果它不等於了 代表什麼意思 它不是個整數 對不對 那 奇數跟偶數 還有整數跟非整數 這個有什麼特性可以連用 是不是可以除以2 好 所以 i除以2以後 它是不是等於 s 是 integr i除以2 它除以2之後 還會不會相等 如果會相等 就是偶數對不對 如果不相等 就是奇數 那因為我這裡是奇數 所以我這裡用不等於 第二種解法 這樣可以嗎 這第二種解法 剛剛 那邊在 快樂在笑的同學 是覺得 沒有想到這個 覺得很幹嗎 好 第三種解法 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高中跟我高中上的課程內容 應該是不一樣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刪掉了 高中的時候在解決二循環的時候 我們用到技巧是 負一的幾次方 負一的奇數次方是什麼 是負一 負一的偶數次方是什麼 是一 對吧 負一的i次方 這誰想到 這誰想到 這有這麼難想嗎 那如果我講了這件事之後 我問你四循環 你會用什麼數字 四循環是什麼 四字 i啊 虛數 那個虛數啊 根號負一 根號負一的一次方是什麼 根號負一嘛 根號負一的平方是什麼 負一 根號負一的三次方是什麼 負一 四次方呢 一 五次方呢 又循環了對吧 所以 你們怎麼會覺得這個會想不到 這個 來 注意喔 這個因為 負一 你要先跨號 不然那個指數 會先運算 負一的i次方 是不是等於等於負一 這樣可以吧 負一的i次方 你們真的覺得這個想不到正常了嗎 可是這個想不到是 這個你們應該會耶 蛤 不用這樣嗎 不用這樣喔 可是我跟你講 為什麼這些解法你們 你們 你們要盡可能去多想 是因為你們 往後你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當問題複雜起來的時候 這個 痾 解法通常會比較難找 所以這個時候 你們會 你們會不自覺的想要去幹一件事情 就是去找一下這個問題 有沒有函數可以用 你們如果老師這樣想 程式一定寫不好啦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要想想看 所有的函數都是別人寫出來的啊 他一定有數學上 一對一的解決方案 這樣知道嗎 好不好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這樣 好 最後一種解法 最後一種解法 你們想得出來 就比較神奇了啦 最後一種解法是一個 這跟數學無關 這是一個思維上的突破 我們回頭看一下 因為他長得就完全不像這樣子了 好不好 我們來回頭看一下這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大串 我們要怎麼把它改成第四種解法咧 好 你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回圈的 回圈是說什麼 呃 我在同一個回圈裡面 我要重複執行 對吧 欸 我 沒有辦法一行一行執行 因為他一行並不是一個循環啊 那我難道不能在回圈裡面一次放兩行嗎 欸 可以啊 你懂我意思嗎 來 我 以這個為循環 我難道不能這樣寫嗎 4 i in 可能1到2 1到10好了好不好 那我回圈裡面 我就這兩行 就執行一次啊 我不要給他if else了 反正他就照這個順序啊 不是嗎 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現在問題只是說 我要怎麼樣把i放上去對不對 呃 顯然這樣子的話 i是一個 i的變化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只要 好 所以我們現在問題是 i等於多少 然後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這種形式 i等於1 好 然後這裡 i等於2 對吧 然後這裡i等於3 是吧 i等於4 好 請問一下我們現在要怎麼替代這些數字 好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我i等於1的時候 我這個數字是3 i等於2的時候這個數字是5 i等於3的時候這個數字是7 i等於4的時候這個數字是9 你當我這樣放下來之後你就知道 那這個數字應該是什麼 2乘於i加1對吧 可以嗎 好 那2乘於i加1 那這個數字咧 這個數字 1的時候對4 2的時候對6 3的數字對8 4的時候對10 所以這是2乘於i加2對吧 注意喔 你要一眼就看出這個是多少 這個有點難 對你們這些新手來講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像我這樣子 全部把它寫下來 寫個4次 我總有辦法找到規律吧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這個數字是多少 這個數字顯然就是 2乘於i 減1 你如果只看一個數字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就是i 可是如果你多看幾個數字 你就知道這個數字2乘於i減2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數字呢 2乘於i對吧 這個呢 這個是2乘於i 這個數字是不是 2乘於i加1 可以吧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回圈了對吧 可以吧 我們來做一次好不好 我們多做幾行 2 3 4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答案 答案是對的對吧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包成回圈了 來 4 i 1到5好了好不好 把這兩行包起來給他 好 下面刪掉 好 全部一起highlight執行 好 看到了嗎 這樣也可以做 所以我總共提供了四種解法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告訴你們是 就是 其實我想demo的就是 只有一件事情啦 就是這個 我希望告訴你們 就是 我們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往往不只一種解法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盡量不要被 其實 老實講以後你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一種解法就夠了 就是 你只要把事情做出來就好了嘛 對不對 可是啊 這個 到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當你現在程式都還很簡單的時候 執行速度 反正你按下去 都是馬上enter就出來了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要做 等一下我們下一節 等一下下一節我們要做找直速的部分 找直速 快跟慢 這個速度就會差很多囉 因為找直速的過程很複雜嘛 對不對 他要不斷的一直去試著除嘛 對不對 所以找直速的過程很複雜的時候 你程式如果 你只會那種寫法 他可能 假如說你找 一千以下的直速 你可能就執行了 十秒鐘 然後你發現我只要執行一秒不到 那你如果找的是 假如說十萬以下的直速 搞不好你找一整天都找不出來 那我可能忙著找出來了 所以這就是你要 你腦袋裡面 呃 到時候 呃 如果對很beginner來講 這個一種解法沒有問題啦 至少可以做嘛 對不對 你如果要 advance一點的話 你就需要多種解法 然後去想一下哪一種速度比較快 好這樣可以吧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小節 下一個小節在於 就是我們現在想要找出 2到6之內所有的指數 這個當然是一個非常小的 簡單的做簡單啦 對不對 呃 所以 這直數的定義是什麼 直數的定義就是 我想要 呃 我不會被我所有 比我小的直數整除 對吧 如果我不會被所有 比我小的直數整除 那這樣子 我就一定 我就試個直數 對吧 這就是直數的定義 好1不算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x 我們如果要做回圈 我們如果要做這個 呃 就是 做這件事情 要2到6 所有的數字 我們要問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x等於2到6 注意一下 repeat answer x repeat true等於5 這是什麼意思咧 來我們先 先跟著我的語法做 這個answer x是我現在總共5個數字 我現在總共5個數字 對吧 我現在總共5個數字 我現在要問他是不是個直數 我現在要保留一下這個 answer x等於 現在我都先假設他都是 好不好 現在 這個answer x我都假設他是 只是說等一下我要做回圈的過程中 如果他不是 我就要把它 覆蓋成 false 這樣可以吧 覆蓋會嘛 覆蓋我就用所有的函數 我就可以把它覆蓋 我就可以指定位置覆蓋 對吧 可以接受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怎麼用 我們要怎麼來做 首先你要對3這個物件 做檢測的時候 你就是問他 一負 x2 x2就是x的第二個數 x的第二個數就是3 對吧 可以接受嗎 3 percentpercent2 他是不是等於0 他如果等於等於0 就代表他是 整除了吧 對吧 percentpercent不就是拿來做這件事了嗎 整除的話 我的第二個數字 我就要把它改成false 這樣可以吧 但顯然他沒有整除啦 好吧 可以接受齁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按wrong了以後 answer 點x 還是全部都true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事件並沒有發生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判斷4這個數字是不是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喔 好 對4進行檢測 哇總共要檢測兩個數字 因為前面兩個數字都要檢查嘛 對不對 欸 x3先除以1 x3再這個除以2看是不是整除 那當然啦 你如果這樣再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answer.x 你會發現 4這個數字已經被 被改成是false了 對吧 所以 你們知道我現在做什麼嗎 我現在啊 我 首先我要先檢查第二個數 第二個數就是3 3除以2 它是不是等於0 哦 如果4的話 我就把它改成false 好 那接著 4這個數字 我要檢查2 也要檢查3嘛 對不對 檢查2也要檢查3 檢查完之後 如果 只要其中一個是 改成false 就false了 對吧 它不會反回成true 對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 如果你要做 5的 檢測5 檢測6的話 你就要用這種方法來檢測 來 我們現在全部複製貼上好了 好 然後問它x 欸 我這樣全部檢測完之後 我的answer.x 是不是就是true.true.false.true.f 然後我可以把它當作所影值 去看 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找到6以下的直數了 這樣可以吧 好 問題在於 啊我現在長這個樣子 我要怎麼把它變回圈啊 欸你是不是想到 你是不是發現了一個問題 它的行數不一致啊 它的行數不一致我怎麼可能弄成回圈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弄成回圈好了 好 這個 因為我不清楚你們有沒有預期啦 對有預期的來講 你已經知道後面要幹什麼事了 好不好 我們來直接 所以我們就不給你想啦 我們繼續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想法就是 的確 現在我要直接把這一坨這一坨 就是這幾坨合併成同個回圈 這是不可能的 可是難道他們自己本身內部沒有循環嗎 有吧 內部的循環在這裡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可不可以先 至少我現在先把6這個數字 先把它變一個回圈 我在這裡變成一個回圈 好不好 這裡要怎麼變回圈 來 這裡會改變的數字是什麼 好 我來 我來 我先 我先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裡 這裡在做什麼好了 就是啊 我們先複字貼上過來 好 剛剛改變的地方在哪裡 i這個數字是不是2到5 對啊 2到5這樣可以嗎 那 我是不是可以把跟i有關的部分 把它先放過來了 就是2到5嘛 這些地方是不是可以被取代掉 是吧 但是 這邊以下的部分 我現在還想不到辦法解決 對不對 可是我先把這個部分拉出來了 那下的部分 我是不是要想辦法把這個部分拉出來 怎麼拉咧 來 給你們看喔 我可以再給一個變數啊 假設J J等於1 那我這裡是不是可以把J 把它拉出來了 那我這裡是不是可以 J等於2 J等於1 這裡是不是改J 那我在這裡的時候J等於2不就好了嗎 J等於2 好這裡是不是可以被改掉了 看得懂我在做什麼嗎 也就是現在 雖然我現在這一行就是重複的囉 可以接受嗎 也就是說我現在變成一個雙變數 兩個變數在跑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來看下一頁 我們把全部的東西貼下來 你比較容易看清楚 看著它 是不是 J等於1 J等於1跟2 J等於123 J等於1234 所以現在這一行是不是又重複了 這一行是完全重複的喔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現在 現在有I的話我們比較難寫 至少有J的回圈 J的回圈會不會很難寫 看起來不會阿 以這裡來講的話 我怎麼把它趕J的回圈 我是不是可以 4 J 1到4 可以接受吧 J1到4 然後我 Enter 現在這一行是不是可以重複執行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齁 那我上面這裡我要怎麼省略 我是不是可以改成 1到3 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 啊這裡咧 1到2對不對 這裡呢 1到1 欸那你發現 它是不是又有一個地方會變了 1234這裡對不對 1234要怎麼跟I掛鉤咧 I減1 太好了 來想到來 I減1對吧 這樣是不是連這裡都重複了 可以嗎 我現在連 連改都不用改了 我是不是這裡又重複了 啊這裡重複了以後 那是不是就可以又打包成I回圈了 所以我是不是I回圈可以這樣改 4 I 2到5 可以嗎 這裡不用改嘛對不對 好全部可以 Delete掉了 好是不是很方便 好注意我的想法 思考邏輯喔 這就是雙層回圈 這樣可以吧 雙層回圈 你會了雙層以後 三層也沒有那麼難了啦 好不好 只是 只是要想而已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是不是 你發現一件事 喔原來可以 所以其實 老實講 你們看到這裡之後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啊 凡事都是有規律的 只要是大量重複的動作 都是有規律的 只是規律要怎麼描述而已 那個規律很有可能是稍微複雜一點的規律 總之 我們寫程式 用回圈 就是要找到 事情本質上的規律 然後並且把它寫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那你會了 你看我這樣子寫回圈以後 那事情還不簡單 那我如果要找一千以內 我一百以內的指數 我要怎麼改 我六感一百嘛 對不對 五感多少 99 可以嗎 2到多少 99 好我們按RUN看一下答案好不好 看一下有沒有找錯 有沒有找錯 我想應該不太可能找錯啦 好不好 找錯你們應該檢查不出來 應該不會漏啦 好不好 這樣 可以嗎 那是不是 哇那是不是很方便了 我現在要找一千以內的指數 是不是也蠻簡單的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我只能就改一千就好啦 這邊改九九 這邊改九九 再找一次 你看 馬上又出來了 對吧 所以找直數是不是一件 聽起來好像 沒有很難的事情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我在合併回圈的過程 好不好 這邊我們就不秀了 好這個 這個都在回圈合併 最後我們就合併成這個樣子了 對不對 好 那到一百也很簡單嘛 對不對 好到一百我們最後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 我們現在啊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有一件麻煩的地方 就是這三個數字是連動的嘛 對不對 這三個數字是連動的 一百 一千九九九九九 這三個數字連動了 所以我們外面 可以再給一個參數 叫max.x 這個max.x 假設是一千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要找一千以內的指數 我們可以把所有 這邊就 這邊就 max.x-1嘛 對不對 然後這裡我們要括號 max.x-1 這樣子我是不是只要改max.x 我就可以找了 我現在把max.x改成五千好了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需要時間了 需要時間了這樣知道嗎 所以現在 到目前為止 你已經會做雙城回圈了 然後 我們要來練習三了 練習三是什麼勒 就是說 剛剛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剛剛跑五千以內的指數 五千以內的指數 花了不少時間 對不對 我再按一次run給你們看一下 好 一 二 三 大概要三秒對吧 如果你做一萬 那天天要更久 好 一 二 好應該不用數啦 我猜大概十幾秒 好不好 因為 他所需要花費的時間 是 是 是 那個喔 是 有平方倍的成長的喔 因為他每一次找的時候 那個 下層的回圈 都要再多找 每次會越來越多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字越來越大 他的那個 所需要的時間 是 不是現金成長的喔 是平方 平方的成長喔 平方成長的糊塗 這樣知道吧 因為 你的雙層回圈裡面的第二層 也會越來越多 好 所以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齁 剛剛我們找植數的方法 其實是有問題的啊 舉例來說 我其實應該要省略一些 呃 我並不是 需要檢查所有的數嘛 對不對 我應該只要檢查所有的植數就好了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我檢查我以下所有的數 這件事情老實講很智障 我應該檢查我以下所有的植數就好了 不要檢查所有的數 還有第二個 我有必要檢查我以下所有的植數嗎 好像也不必要吧 對不對 我應該 比我 我除以二 我 二分之我 比我小 比二分之我小的植數 我檢查就好了吧 可以接受嗎 這是有一些數學特性啦 植數鐵定不能被二整除嘛 所以老實講我只要檢查 二分之我以下的植數 這樣就解決了 對吧 好 所以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啦 這個 其實你有非常多 可以跳過的方法 這樣知道嗎 我們現在就來 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 現在這裡看喔 就是 舉例來說我現在想要 跳過 比我小的 我只想要檢查比我小的植數 我要怎麼檢查咧 來就是 這個 Answer X 拿在這裡 I等於5的時候 我等一下第六項 我I等於5的時候 是不是做第六項 這樣可以嗎 做第六項的時候 他是不是 每項都做 現在是不是每項都做 可是問題是 欸這個 實際上我只要做 四值數的那些項就好啦 這樣知道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喔 我現在把它還原 我現在把它還原到那個 呃 還原到 好還原到這一項 到這裡 好 在這裡的時候 呃 我首先齁 我做到這裡為止的時候 我現在的AnswerX 是不是已經知道一件事情了 呃 比我小的這些數字 前四個數字裡面 四已經確定不是直數了 對不對 四已經確定不是直數了 四已經確定不是直數 所以這一行是多餘的 對吧 這一行我其實並不想做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把它delete掉囉 可以吧 其實這樣子答案會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因為四這個數字已經被我檢查出不是直數了 可以齁 好那我要怎麼樣 我要怎麼樣確定哪些數字直數 哪些數字不是直數了 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Answer 點X 然後 這個 欸 這個 which which 是不是問他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是tool tool就還是直數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可是我問他AnswerX的時候 我必須1到 i- i-1 為什麼 因為只有這些我需要檢查嘛 我之後的我不除嘛 對不對 Answer i-1 which 它是不是就回到12 欸 為什麼 現在i是5嗎 i的124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其實只要做12跟4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接受嗎 我i只要12跟4就好了 可以了解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要怎麼樣在回圈裡面 我們實際上i 我們之前不是都幾到幾嗎 對不對 這個其實 你如果 你完全可以換成 欸 喔 我居然在 我居然在秀答案喔 好靠喔 我居然在幹這件事情 我剛 好我等一下 這件事情要你們做 雖然我已經做一半了 好不好 我已經告訴你們 要怎麼那個 要怎麼 要怎麼做直數囉 可是我剛剛 我原來我剛剛下面這裡 我剛剛下面這裡 我要 present的是另外一項 skill 就是說 有一個東西叫break break就是我做到一定程度 我就不做了 這 是什麼咧 這個意思是什麼咧 來我們來看下面這裡 好 不小心劇透啦 這個是原來的回圈嘛 對不對 這是原始的狀態 我剛剛不小心劇透了 所以你們可以按照我剛剛劇透的過程去 去做這樣子 我現在這樣子是不是要2.77秒 做完5000以內的直數我要2.77秒 這個方法我是用了 system time 這個方式來 system time-0 這樣 -t0 我先把當下的時間儲存下來 做完之後我再用當下的時間 減掉那個時候的時間 這樣我就會知道我做了2秒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說 如果發現了 它是false了以後 我其實還可以做一件事情叫break break是什麼意思咧 break就是 我這個回圈啊 我現在是不是在這回圈 這回圈我不想做了 就結束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只要檢查出我是false 老實講就夠了嘛 對不對 我不需要再檢查剩下數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現在按這樣子按run 你會發現我只用了0.4秒 是不是快了很多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現在1萬好了 為什麼break這個東西可以幫我們快那麼多咧 我現在如果沒有break 我現在把它delete掉 剛剛只要1秒1.3秒嘛 對不對 我沒有break的話 看起來顯然超過1.3秒了嘛 對不對 可以嗎 那break這個東西厲害在哪裡咧 厲害在 我基本上 我只要找到它是 它不是直樹 只要有任何一個樹可以被整除 剩下 那這樣子我後面的樹就不用檢查啦 這樣可以吧 所以break這個 這個東西是說 我在回圈裡面 如果我發現了某些事情 我就可以break掉這個回圈 它不會回 它break不會break掉 再上層那個回圈喔 它只會break掉這個j回圈 這樣可以吧 i回圈不會break掉 除非你在i回圈的地方打break 你在這裡打break它就會break掉 可以嗎 好 所以 透過break這個方式 我已經發現這個 就是它可以這個 快速的減少我要的時間 對不對 還有一個進階的減少方式 就是 我要把 直樹 我只要檢查直樹就好了 我不想要檢查不是直樹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那所以 剛剛我已經做了一些示範了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剛剛的示範是什麼 就是 我回到剛剛那裡 好 這裡 我需要用which answer x 去告訴我說 欸 which answer 不是enter x 1到 i-1 去了解說 我有哪些地方是需要 欸 我的i 我現在的i是 我現在我要重做 124 我只要做12跟4嘛 對不對 剩下我就不用做 所以請你把這項技術放到回圈裡面 讓它大幅的減少時間 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練習題就在做這件事情 幹嘛搖頭 好 沒有聽懂下次要馬上反應啦 好不好 我再講一次 就是 我剛剛 Break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 如果我檢查出 這個 檢查出來 確定這個 已經這個 就確定這個 它已經不是直樹了 那我就不用執行後續的檢查 對吧 可以接受嗎 Break是在做這件事 可是下一個我還有一個 可以再更快的方法 我 覺得說我需不需要檢查 除以4 不需要吧 我需要檢查除以6 不需要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我只要檢查 應該說我只要檢查 比我小的直數 這樣就夠了 可以吧 那比我小的直數要怎麼 怎麼叫出來勒 是不是 我要看看 比我小的直數在哪裡 比我小的直數在哪裡 是不是可以用 Answer x 因為Answer x 在 做的過程中 我會把 不是直數的變force 對不對 不是直數的會被我變成force 喔 好不好 這個就是我回圈奈做的時候 的事情吧 那 那which這個函數可以拿來幹嘛 which這個函數是不是可以拿來 找書說 哪些地方是true 哪些地方不是true 哪些地方不是true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不好 所以說 欸這個 這個 which x 這個 是不是 我如果 我如果 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在每個地方 我在 我在 我在等於幾的時候 我通通print這行的時候 舉例來說在這裡的時候 which 他是不是告訴我1 我只要做1 就好了 我在這一行的時候 他which 這邊是不是告訴我1跟2 我只要做1跟2就好了 我在做這裡的時候 which 他是不是也只告訴我1跟2 我只要做1跟2 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三個數字是4 我不用做 這樣可以嗎 那I等於5的時候 我再問which 是我只要做1跟2 就好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我可以透過 先問他which這件事情 把某一些回圈省略 我就不用做了 這樣懂意思嗎 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看起來好像 很困難的樣子欸 好吧 我覺得 我覺得那沒關係 就是 我覺得很困難就沒有必要練習啦 我直接給你們看要怎麼做好不好 因為你們現在如果 因為我覺得已經提示 已經到達一個 一個非常緊繃的境界了 你們可能想不到就是想不到了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改 這個是 就是 最開始那個版本嘛 對不對 然後我說這裡要break 對不對 好這裡break的話 省蠻多時間的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1萬 他要幾秒 他只要1.3秒對吧 然後下一個問題是 我想要把不是 我想要檢查 直數就好了這樣可以嗎 我只要檢查直數就可以了 我問題是不是在這裡 我不用檢查1到i-1 我只要檢查直數 直數在哪裡 直數是不是這裡 which answer x 1到 i-1的 這裡 他如果 這些數字是不是我要的 我只要檢查這些數字嘛 對不對 可以嗎 我把它取代 變成一個 叫做 呃 這個 我把它叫y好不好 y就是要檢查的地方 要檢查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 我現在maxx 我現在這裡給他print y好了 這樣我們比較有感覺 好maxx10就好了 這樣我 全部執行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次是 我是不是只要檢查第一個數 接下來我是不是檢查1跟2 接下來是不是1跟2 124 124 1246 這樣可以吧 我只要檢查這些數字就好了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y 把它放到回圈的這裡來 好 因為我覺得你們可能就是 你們就是這一點沒有想到而已啦 好不好 我y 我這樣取代下來之後 我這裡可以完全 我可以完全直接貼下來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這樣執行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樣要花多少時間 如果執行到1萬 剛剛花多少時間 是不是1點多秒 我們現在只檢查直數 好 只要0.76秒 只檢查直數是不是快了非常非常多 這樣可以嗎 阿你這邊 這是當然的啦 對不對 那 我現在先把它還原一下 好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只檢查直數這件事情 當然是快了非常多嘛 對不對 那 我們來 based on這個 這個想法 我只想檢查 我們從這邊開始練習好不好 我只想檢查 比我2分之我還要小的直數 這樣是找出比我小的直數對不對 現在我想要找出的是 比我2分之我還要小的直數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我們可以稍微做一下嗎 就稍微想一下 五分鐘就好了 想不出來我就公佈答案這樣子 好啦 我跟你們講啦 答案真的是非常簡單 可是 雖然是那麼簡單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出這種題目 是因為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呃 現在程式已經非常長了 已經開始有十幾行了對不對 你要在十幾行裡面 精確地找到你要的位置 這件事情喔 也不是說隨便便就可以做到啦 好不好 答案只有一個嘛 對不對 我們本來是1到i-1嘛 對不對 現在把它改成1到i-1除以2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就結束了 就這麼簡單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技術性質 好不好 就這樣 好可是喔 可是來來來來 有一個問題 就是喔 有時候我們會怕怕的 欸就這樣嗎 這麼簡單 會不會錯啊 那我們簡單一點嘛 我們執行1到100好不好 我們執行1到100 然後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現在找到的直數 是不是對的 對嗎 好像是對的對不對 那這樣子我們就不害怕了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一題太簡單了 沒有 因為沒有 會覺得沒有的 會有 有人可能覺得沒有 有人可能覺得有 沒有的原因是因為 你沒有非常懂我們的 每一行在做什麼事情 好這件事情就是 回家要稍微練習一下啦 好不好 我們 然後就是 我們課程的那個規則 也大概講過了嘛 好不好 好 那我跟你們講 今天的課程齁 就是等於說是 進到我們開始寫程式的第一步 我們 以後 每一節課 都會用到回圈 我可以跟你們保證 不會回圈 你們就是不會寫程式 回圈這件事情齁 我當初怎麼學會的 其實齁 呃 最開始的時候我也覺得很困難 寫著寫著某一天 你就突然覺得掌握它 這樣子 那個是 不是練習 不是練習慢慢變會的喔 是 突然某一天 你會發現 喔原來它就是這麼簡單 你們要 你們要 就是你們要過那個 threshold這樣子 好不好 他真的 真的 你真的寫那個回圈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課都上到這裡啦 可以去吃飯了 好 有沒有問題 好像沒有問題喔 好好好